我給你 已經在歌曲裡面了 聽說你們平安 平安 很感謝主 好像回到自己的Family來當中 我想請問一下 或許這個禮拜你自己有經歷神 自己的很真實的經歷神 不管是順境或逆境有沒有 有嗎 有 感謝主 好 順境的請舉手 逆境的請舉手 喔 都有 我當然聽到剛才長老講說 我們兩個對主接種 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為什麼會那麼積極傳福音 就是因為我發覺到 台灣每天有兩千多個人 就離開這個世界 兩千多個人 不是只有我們教會兩個人 有兩千多個人離開這個世界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不要以為你還有明天 第一個觀念 你可能要第一個想說 你還有明天嗎 你確定嗎 我去年我們一個童工 談貝斯龍 32歲 33歲 他在我樂團裡面 大概有15年 16年 長得非常帥 常常很多女生追他 還單身 單身 然後呢 他曾經2008年 2009年入圍進去獎 算是很不錯的一個年輕人 那天我們開玩會 快晚上的時候開玩會 我看他穿著衣服 都跟原來以前不一樣 因為他在外面 因為外面有一個月的 叫13月團 還在演出 所以他有很多fans 然後他在那天離開的時候 我跟他說明年你要做什麼做什麼 我也跟他交代好了 明年你要開始學新的製作東西 為什麼 因為他在樂團待很久要進步 所以我們都講好了 但應該說今年他要帶一個年輕人的樂團 我們準備存一個年輕人的樂團 都講好了 那天晚上到了2點多3點的時候 我突然接個電話 那個電話響到的時候 我嚇一跳 為什麼 因為晚上2、3點接到電話都很恐怖嗎 真的拿起來就聽到有一個女人在哭 那女人在哭 我心裡面想說可能詐騙集團的嘛 有可能 但是他哭的時候 我說請問怎麼事 他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我說你再哭 我歷史這樣說 因為我已經忘了 你再哭我就要掛電話 他說謝哥 君比出事了 我一聽就不好 不妙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他其實有鞋車發生過春風 但是我沒有想到這事當嚴重 他就跟著對撞 在凌晨地的對撞 然後摔到橋下 然後就這樣離開這個世界 我看到他人演的時候 那是我認識的 好像我的海軍一樣 跟我17年從高中一直到32歲 就離開這個世界 長得非常帥 我臉書我如果回憶都還會坑得到他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台灣有2000多個人就這樣離開 每一天平均 所以你不要以為只有我們教會裡面 有兩個捨不得的人離開而已 你不要以為說不會論道理啊 不會論道理 因為我真的發覺到 每個弟兄姊妹你要珍惜你的時光 Amen 那你會變成說我們要珍惜我們的時光 我們要珍惜我們的時光 所以就去幫助我們 你要做人生最重要的事對不對 如果我還有明天 薛月說我還有明天 他唱到那首歌他明天結果怎麼樣 就沒辦法唱了 如果你還有明天 你要想想看 你會做今天會做重要的事還是做不重要的事 會不會做重要的事 如果你還有一個月一個禮拜 你一定會把握著一個禮拜一個月做你最重要的事 你不會隨便亂坐嘛 你不會坐在那邊 睡到九點 趕來教會 你懂我意思嗎 你可能早起來 第一件事情就很想跟親愛人抱抱擁抱他一下 跟他說我愛你 因為你不曉得這個抱什麼時候還能夠抱了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你會發覺到人生當中裡面 我們因為不知道 我們明天我們更應該珍惜今天 Amen 不管你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 你應該珍惜 你應該珍惜你的每一天 我昨天我們和太太全部去台北 然後參加一個教會員外 就是我們去聚餐 我後來遇到年輕人 對我來說年輕人50歲 我聽她講完了之後 我心裡面哇 你人生怎麼那麼坎坷啊 為什麼 去大陸做生意成功了又失敗 成功了又失敗 回到台灣了又從頭開始 成功了又失敗 後來錢都被捲走了 聽到那樣子你會覺得 哇 努力了一身錢我怎麼樣 兩手空空 我告訴各位 你沒有努力 你有努力 你到 回到最後面 你兩手都是空空的 你信不信 所以如果人生 你要把握是什麼東西 你一定要想過 我後來就為他祷告 我跟他說 我聽起來好複雜喔 其實有一件事情 我真的發覺有一件事情 你要從認識神開始 為什麼 你如果不認識神 你的人生裡面就很多零 零到後面 你回頭看都是零 你要擺一個一 把你的人生都擺地 把神擺在你的前面 你會發覺後面的零就產生意義 後面的零就產生果效出來了 他會說 我人生真的不會沒有 我需要 我就帶他做祷告 我告訴各位 打告完了跟我 剛信耶穌的反念一樣 打告完了很高興 出去外面抽一根煙 我好爽 我再會啦 再一起 他抽煙他也不會覺得怎麼樣啊 他也覺得不怎麼樣啊 我也不會覺得他抽煙怎麼樣 但是我知道 當他願意開始把他人生 交在上帝的時候 擺一擺上去的時候 他人生就開始不一樣了 不是我看他在抽煙的樣子 而是看他人生 因為有耶穌在他裡面 他人生劇本就重新寫了 各位 歌唱錯了可不可以重唱 可以嘛 戲錯了不會重演 NG重演嘛 可是人生都是不能走錯的 你走錯了 哇你回頭看 哇哪哩 你怎麼玩啊 你會發覺到 在你真的回頭一摸的時候 哇 原來我人生是這樣子 有很多人 他在人生當中追求金錢 追求到後面 錢色很多啦 一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兩手空空的 是不是 很多人作曲學問 寫了很多東西 我認識好朋友 寫了很多東西 欸 比我還年輕就去見上帝啦 你以為他會把他的文品 帶上天堂嗎 不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現在努力的半天 如果都是草莫和解 你就要把你的眼目換一下 你要注意看見上帝 那個永恆的國度 那個永遠不改變的國度 你才知道 你的人生機率會不一樣的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難過一下可以 人生遇到錯誤難過一下就好 不要難過太久 了解我意思嗎 你不要沮喪太久 哎呦 兄弟 有你那些事到現在 你就繼續埋怨 我告訴各位 人生不是這樣子的 你如果看到過去 如果遇到我就挫折 你說主耶穌 請你給我重新的機會 再來 因為若有人在耶穌裡 我就是怎麼樣 新造的人 就是都過一切都變成新了 Amen 各位弟兄姊妹 照理說 基督徒的人生 應該是越走越看見神的恩典 越走越看到神的同在 對不對 可是我發覺到 我們的人生常常不是劇本 不是這樣子 我們會越走 常常問神說 啊 為什麼 啊 主啊 為什麼 為什麼讓我遇到那麼多苦難 我舉個例子 曾經有人找我問我說 為什麼讓我得個Tensor 我就問他你吃什麼吃什麼吃什麼 我聽 喔 我不是醫生 醫生在後面 可能問他更準 但是我聽起來 喔 你要吃炸雞 你要吃這個有的嗎 吃這個 不是很 你知道嗎 你吃什麼進去就長什麼出來嘛 對不對 欸 我這樣有沒有講不到醫生 沒有 你吃 沒有 沒有 有 你吃什麼東西就長什麼東西出來 我發覺到一件事情 很多人他吃到一些炸雞 一些不好的東西 你告訴各位 他一大堆身體的狀況就跑出來了嘛 他不可能吃下去 他排得掉 他排得掉 因為他身體很好 久了之後他發覺到 他的系統就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了 我就發覺到 我們吃什麼東西進去 長什麼東西出來 如果你沒有放出來 那就不好啦 但是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人生也是這樣 如果我們認識神 你把神的恩典放到你的心裡面 我們沒有活出來 各位 你就會發覺到 你也會產生屬林的肥胖症啊 屬林的肥胖症 為什麼呢 因為蹲在你裡面 你沒有分享出來 那個東西就會在你的裡面 你說好嗎 各位 為什麼保羅對教會常常這樣說 我們在恩典當中不要剁肉 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神給我們太多恩典 我們如果臨受恩典 沒有分享別人 我們就在恩典當中堵肉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講愛道歉給我 要不要 要 我再說 如果神要讓我們經歷恩典 我們卻把恩典放在我們裡面 不分享 各位 私比受有福的這個真理 沒辦法讓你經歷到 你說怜悯的人有福了 如果怜悯的人真的有福了 你看到人連怜悯他都不怜悯他 你看他只能說 憋悯就做了 各位你會發覺到 你上帝在你這個恩典 只會停留在你的裡面 沒辦法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在說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有很多神要祝福我們 你要不要 要 要不要 不要 我跟他聽說要而已 然後我對你負責了 來 我們弟兄姊妹 我們應該領受神的恩典 而且是要跟大盪的像神 張口要對不對 對 我們這個神為什麼可以給恩典 因為他是我的神啊 他不要掌握三根香的 他不需要的 他深知你一切的需要 所以你還沒開口之前 他已經知道你的情況了 那你怎麼辦 你說我要每天來交代三件事情嗎 不需要 你只要天天敬拜他 回應他 讓他在你裡面的功 能夠每天都成就出來 各位 我看到這個姊妹 我都想到一個姊妹 她的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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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媳婦怎麼樣 常常跟媳婦搭去過 媳婦是教會的幹事 所以兩個都很不錯的 可是你知道嗎 在教會裡面沒事 但是我覺得這個婆婆跟這個媳婦 為什麼不常常講話 講話都是交代事情而已 等一下吃飯要去哪裡 等就這樣子而已 很少很親民 因為照理說 婆媳應該很好 你知道回到家裡面就是 常常就會發生一些所謂的意外事件 舉個例子 婆婆常常先媳婦說 哎唷 你煮東西那麼真正的 你是不喜歡我來你家住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老人家吃比較重口味 然後你知道嗎 現在對我姊妹 曬衣服媳婦的時候 我曬衣服我出來看 要收衣服 衣服怎麼翻過來的 她說 欸你誰動我的衣服啊 噢 她的婆婆啦 為什麼呢 她的婆婆說衣服會褪色 所以要把衣服翻過來 但是她有她的習慣 她有她的習慣 這種想事慢慢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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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個程度 各位 就爆發出來 爆發怎麼樣 媳婦就跑去 出外 怎麼說 離家三天 喔離家三天就慘啊 為什麼呢 因為教會工作也要找人啊 然後她又不止而別 長老就找她 那牧師就找她說 你為什麼沒來教會啊 結果她說 我不想過啊 然後呢 那個人就問婆婆 婆婆說 我不知道跑去哪裡 那個婆婆很喜歡去監獄傳福音 所以很多人都對她印象非常好 可是說真的 這種關係 常常就看不到上帝的恩典 後來媳婦因為這樣子 聖子就感動她 就告訴她說要學習尊榮長輩 回到家之後 看到婆婆 第一就跟她說對不起 然後抱抱婆婆 婆婆也跟她說對不起 因為我以前太 常常以為我的兒子 我怎麼養兒子呢 我也這樣子 還在回到自己的家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媳婦就親口告訴她 我為什麼很不喜歡 就是因為你看 咬咬咬咬咬 她光我兒子的嘴巴塞進去 然後她們就跟她媽媽 不要塞啦 這樣不衛生啦 什麼不衛生 我就是這樣 哎呀呀呀 塞你先生 我這樣也是這樣塞你 我愛子的孫子 她就很受不了 她兩個就講 婆婆就跟她說 好 我從現在開始不這樣 然後婆婆就 那個習慧跟她說 對不起 我以前 諸一組很賤 諸家賤 就不是為了你其實要棄你 也不是為了我先生 其實我先生也喜歡持重 婆婆會重一點 所以各位兩個就這樣 彼此認罪 認罪完了說 各位啊 很多進到她家裡面的 都看到愛 就說 怎麼三天晚的時候 婆婆來的時候 媳婦都去抱抱她 然後就一起走進會堂裡面去 各位弟兄姐妹 很多上帝的工作 不是用講的 是用做的 所以你的生命 如果經歷神 你就發覺到 神在你的裡面 神在我們的裡面 阿門 阿門 聖經教導我們說 我們要彼此相愛 眾人就看出 我們是她的門徒 各位弟兄姐妹 你們有彼此相愛嗎 有啊 如果沒有 感謝主 我們還有機會進步 看看李格比特跟他說 我們要操練彼此相愛 我們有愛 社會裡面人家就會看著羨慕 你根本不用邀人 人家就來了 我不騙你 真的 有愛就熱絡 有愛上帝的恩典在裡面流露 然後看著老子 說想一想 各位 你把你的規則 你那個規則 竟然要比照什麼 這樣我告訴你 真的不用會來 因為你會發覺到 教會裡面所做的 就是世界最需要的 阿門 阿門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能夠回應神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怎麼叫等候神 我們一起再來念這段聖經 以賽亞書31章 一起來念北京 但讓等候耶和華的 必從心得利 他們必如鷹展示喪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 各位鷹 如果大家研究過 鷹在空中飛 各位 它可以一輩子不用降落地面 它可以一輩子不用降落地面 它降落地面不是為了 當然你說它連空中密使都可以 我看Discovery 我說鷹可以在空中一輩子 只要當它會飛之後 它就可以在空中裡面包括睡覺 它身上停在那個空中 它可以保持平衡 那個空氣一吹它就浮在上面 根本不會掉下去 而且鷹的眼睛怎麼樣 超猛的 超厲害的 1.5 比它2.0 很厲害 很清楚 我想我們在座 8.0 8.0 比我還厲害 它只告訴我 都會開到很遠很遠很遠的 所謂的獵物 它常常就這樣去密使 很厲害 它可以這樣飛著 一輩子 我怎麼降落地面 是給地上免職啊 你懂我意思嗎 那你照航一下 不然它可以一輩子就開始飛 就可以在空中了 我們知道陰有這個特質 但是各位 如果看人的話 你會發覺到 照理人要像陰一樣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你說上帝的祝福 我們住在神的祝福當中裡面 我們應該是不會疲倦的 我們應該是不累了 為什麼 因為神的恩典天天夠我們用 Amen 跟你們別人說 神的恩典天天夠你用 神的恩典天天夠 但是我們為什麼常常會疲倦 因為我們常常會缺乏 一定有原因的跟大家分別三 第一點 各位 調整焦距 為什麼我要說調整焦距 人疲憊常常因為焦距不準 這個字會不會太小啊 這字變小了 好來 在哥林多前書13章12節 如果你有聖經 你可以打開自己來看看 我不曉得我本來字很大話 把它變小了 我來唸看得到就唸 看不到就穩固 聽我的 哥林多前書13章12節 我們如今仿佛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 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時就全知道 就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我們仿佛對著鏡子看模糊不清 為什麼看鏡子會模糊不清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我們勢力減退 另外一個鏡子怎麼樣 有誤 有誤 各位 為什麼看著鏡模糊不清呢 保羅對哥林多的教會弟兄姐妹 我們常常會模糊不清 如果鏡子模模糊糊的 我覺得整個插掉就好了 最怕是怎麼樣 我們交際對不準 我發覺到我們為什麼常常會疲乏 常常會很累 沒有辦法下陰展翅上陷 因為我們常常交往距離沒對他 我為什麼這種感受呢 你知道我女兒因為有遠視 所以她走投梯現在她就會看到那個地板 她就會 只要踏到地板她就很小心跨上去 跨上去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動作讓我覺得可能在看東西跟我看東西不一樣 你知道嗎 其實在丟前面看不清楚一定有原理 看不清楚那怎麼辦呢 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回答我一下 沒有關係 講錯不會怎麼樣 觀察 你看不清楚要觀察 他一定要觀察 要觀察要看他有什麼問題是不是 是不是 好還有呢 看醫生 看醫生 對得很好 醫生會幫助你做什麼 調整 調整對不對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肚子痛你會不會看精神科 會不會 如果你牙齒痛你會不會看內科 會不會 如果你腳痛 你會皮膚科 不是 皮膚不好 你會去找什麼科 皮膚科 如果牙齒痛你會找什麼科 牙科 所以各位看不清楚要找哪科 眼科 如果你看不清楚 其實看內科當然內科醫生也會知道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會發覺到有沒有對症下癢 沒有 我發覺到很多時候我們會疲憊是因為我們常常沒有把焦距調整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會發覺到你常常為什麼會疲憊 你為什麼前面做的東西不夠精準 就是因為你焦距沒有對準 對準什麼我等下來說 所以各位第一件事情 為什麼基因可以展翅上騰他眼力很好 但是他所看到的跟我們現在的情況 我求主人把陰的眼放在我們的裡面 Amen 讓我們能夠看得清楚 第二個 這個字就比較大一點 我個人覺得除了焦距要調整 第二個要移清重點 我們一起來讀菲利比書三章十四節 一杯來 請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里 從上面招我來的牆上 各位弟兄姐妹 你人生的重點在哪裡 會決定你奔跑的方向 我再說一次 你的人生的重點如果清楚了 你就知道你怎麼奔跑 我發覺到很多基督主常常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的人生裡面他雖然信了耶穌 可是他一直叫彩照世界 一直叫彩照神的恩典當中 我告訴各位就是腳踏兩條船 一條船比較容易走 還是你腳踏兩條船比較容易走 一條船 不管你站在世界 不管你站在神的恩典當中 我個人認為你如果站在神的恩典 你應該不能踩在世界裡面 但是你如果踩在世界 你不認識的沒關係 你也應該是對這個救恩 你也不是那麼了解 可是我發覺到有一種人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一直叫彩照世界 一直叫彩照神的恩典裡面 所以你知道嗎 他真是苦啊 很多基督主為什麼有那麼多狀況出來 各位弟兄姊妹 常只是因為腳踏兩條船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神跟你想的不大一樣啊 我這樣說好了 教會裡面應該是用神的方法來做事 神啊 神的方法是不是 教會神所用的方式跟我們用的方式一樣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我剛剛講過了 我講 聖記裡面叫我們要彼此相愛 你真的有彼此相愛嗎 我們常常是愛我們所愛的 不愛我們所不愛的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同工 啊他在開陣等都沒有抬我 我連看到都不看他 好啊 就這樣過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欸 有沒有嗎 有 常常跟你意見不一樣 你就覺得啊 這個人不合我意啊 這個人最好從地面上消失 有沒有 有 因為他平安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你會發覺到 我們做的方法跟神的方法不大一樣 你看看世界上就強就多嘛 我告訴各位 教會有時候也會發覺是人心的 不是因為教會好 教會當然很好 不是因為這個人 如果不用神的方法 問題就出現了有沒有 你看我可以跟你保證 教會所有的問題 就是因為人做的上 用人的方式做事方式做神的事 聖記裡面叫我們要常常祷告 我不是老調重塔 各位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常常祷告 有的 有的請舉手 沒有關係 說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 對不對 差不多一半 三分之一一半舉手 我們還有一半 各位弟兄姊妹 教會不是社團 社團跟真的教會不一樣 但是社團好不好 當然好不好 為什麼好呢 因為社團可以融合 可以做很好的事 可是為什麼教會不是社團 教會的功能跟社團 跟社團也不一樣 我們是確定做好事 我們應該要做好事 阿妹 因為神教導我們要行善 不可怎麼樣 灰心 所以各位 你把教會當成社團 你會發覺到 你就把真理變成道理 真理變成道理 道理好不好 道理好啊 但是道理不是真理 欸 慈禧講很多 慈禧你看有沒有那慈禧面談 說貼一些話好不好 好 我告訴各位 他們真的很好 告訴你說 給了 這是怎麼樣 他說說 這個人為行善 如果是什麼善啊 或以原理 如果是 人若行惡 雖然那個禍沒有臨到 但是福以原理 我最近看這個話講不錯 我再講一次 他說 人如果行惡 雖然沒有壞事臨到他 但是福已經離開他很遠了 意思是這樣子 然後呢 如果行善 雖然沒有福臨到 但是惡禮開他很遠了 欸 這話好不好 好啊 我告訴各位 基督徒拜布施這種東西出來 真的 所以你比那些差齊不一樣 但是各位來了 你把這道理當成真理完了 實際如果一走了之後 你等著看他們 他就要蹭在那裡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道理所產生出來的信仰 不是從真理產生出來的信仰 我告訴各位 慈禧也信過耶穌嗎 他自己講的 他書寫的 他原來是基督徒欸 所以他為什麼會開始收五塊錢 十塊錢 在婆羅做丟 因為看到基督徒這樣做 以前慈禧長媽媽就是這樣做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嗎 現在慈禧做的比較會做的還好 他用真理他行真理 結果做了基督徒現在不做了 拱手讓人 他們為什麼做醫院 因為在看著 賤輸一樣有病了 耶穌就天秘他 他們做醫院是這樣 慈禧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讀過他的書 你了解他嗎 你以為他做的東西是他爽出來的 不 他把教會的真理拿來用 所以他做出來 哇 鼓掌鼓掌鼓掌 各位弟兄姐妹 要不要告訴我 如果我們沒辦法基督神 是常常我們因為我們 用我們的事 用我們的方法去做上帝的事 各位我再說一件事情 你如果把重點釐清了 你一定可以在你的人生當中 基督神的恩典 Amen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千萬不要小看 其實在我們裡面的比世界更大 我們服侍者我們所做的 可以讓神的話在我們裡面活出真理 所以我剛才暢葬我 讓我愛什麼 讓我讚美不是美食 讓我敬拜不是方式 讓我怎麼樣 祷告不是用口 你會祷告並不代表著 你跟神的關係很好 如果你沒有活出神 在你裡面的生命的命運 各位 我覺得你只有一半而已 所以求求幫助我們 不要一直找采照世界 一直找采照神的話 要把全部都過來 全是好好的對上帝 Amen 跟你隔壁人說 我們要全人跟隨耶穌 全人跟隨耶穌 第三個 我們要得著確據 西伯來書11章11節 一起來念一遍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體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為什麼要得著確據 如果我們跟等候神 各位 我發覺到等候神難不難 有人不等嗎 等候神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個幫助 你需要一個東西 有時候 主啊 怎麼都沒有answer 都沒有回答你有沒有 我做生意 我需要至今做準 上帝要請你幫助我 你會發覺到一次兩次三次 為什麼上帝都不祝福你 奇怪 為什麼這樣子 這個神不是又真又我的神嗎 為什麼當我生病的時候 我擋到神 神沒有意識我 這不是有我的神嗎 為什麼我家裡沒那麼多問題 我跟神祷告神沒有幫助我 這不是有我的神嗎 祂不是真的神嗎 為什麼 然後各位弟兄姊妹 求主幫助你幫助我 你如果站在一樓看你的問題 我這樣說 你站在一樓看著環境跟站在五樓一步一步一樣 我昨天我覺得我去目障貓空最好的 最好的我可以呼吸吸引擎的空間 然後我看到那裡看到那個view 哇好漂亮 跟我站在台北市底下看的感覺差很多 有沒有這種經驗 爬到我們的八卦山去看彰化 跟站在這裡看彰化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我跟你保證絕對不一樣 空氣一樣不一樣 環境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為什麼我常常我會感慨就是很多基督徒 常常會搖頭 常常探視 因為你站的地方是一樓 我求主幫助給你信心的眼光 什麼叫信心的眼光 不要站在一樓看事情 不要在一樓做事情 有時候搬到佛羅去看特別是巴羅 我告訴各位我們比台語重辦的有福了 不到接近上帝 真的 為什麼視野更寬 又高 當然空氣也比較好 因為在空氣都往下掉了 各位弟兄姊妹 當然這是開玩笑的 求助幫助我們 讓我們離開我們目前的位置 看神要你們看的 然後在信心裡面說 主啊 你一定為我開道路 就算你不開道路 我還要跟隨你 為什麼 因為這位神絕對不讓你吃虧 我再講一次 我們的神會比我們更愛我們的孩子 那樣的愛我們 如果你的人生當中裡面 你覺得弱難當的程度 啊主啊我怎麼那麼衰啊 我要拍名啊 我要告訴各位 不要拍名 因為在神的裡面 你只要愛神 你就得益處 因為聖經這樣說 凡事都互相效益的 叫愛神怎麼樣 跟你的別人說 你都一定會得益處 都一定會得益處 你既然要得益處 你就不要把這個益處的權柄 丟給別人 別人在做見證說 啊主啊我今天這個我今天那個 怎麼說都沒有 你跟神說主啊我一樣 我要遇見你 我要盡力你 讓我從等候開始 讓我開始學習等候 這個字好笑 結論 這是基跟基 陰跟基的生命 怎麼又變小了 這世世世世難料啊 為什麼 我本來放大二字變那麼小 可能電腦在轉換 為什麼基跟基 我從這個 我曾經在大理聽到一個真實的故事 是我的肝 我的肝爸爸 他有養雞在民宿 然後呢 他自己告訴我 他們駕田地 有一次撿到一個蛋 很大顆的蛋 那個 你知道農夫 有一個特色 他變成這個蛋 但不是雞蛋 雞蛋糰這麼大顆 他這麼大顆 比較大顆 他就說 他自己就拿去 為什麼呢 因為不想吃嘛 這個應該不是 這搞不好他那麼猜啦 可能是什麼鳥類的蛋 他也不知道 他鳥去放 放在他的雞樓 他說 那隻雞也要給他好蛋啊 結果後來就 誒 生出來了 誒 各位 跟雞小時候都差不多啊 差不多 沒有個穢 只要大一點而已 所以啦 是雞蛋 所以那隻蛋 霸出來了 就天天 跟那個雞 在以前 各位 那個雞 過了 吃 再火 過了 泳 прош了 他還是做什麼動作 他還是每天咕咕咕咕咕咕 還是每天喝水喝水喝水 然後跟著雞這樣爬爬爬爬爬 過了四五個月之後 有一次很特別 早上到清晨的時候 雞都會怎麼樣 雞叫對不對 他有點起來 奇怪 雞他的兄弟姊妹都還在睡覺 可是他起來就這樣 張開四把 他有個雞本人就張開四把 搖搖搖搖 欸 奇怪 這些雞還在睡覺 趕快不起來搖搖 母雞看的時候 趕快睡覺 趕快睡覺 然後一次兩次 你知道嗎 那個母雞看他那樣 欸 奇怪 他開始 因為母雞不像我們真的會想東西 那你可能就叫他走 那一隻 本來那隻 在他們家出生的那一隻 每次太陽一出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臭動 飛動翅膀 飛動翅膀 他也不會飛啊 因為沒人教他飛 所以他這樣動的過程當中 有一天 太陽出來 他動翅膀 居然飛起來 現在丟臉妹妹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跟一般沒有 還沒信耶穌人同樣的問題 他們會遇到的問題 我們也會遇到的問題 可是當太陽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到 上帝在這隻老鷹生命當中的命定就出現了 各位 你是上帝所愛的人 你為什麼要過了日子恐怕 你為什麼要經歷 一直人家打過反打武當中擔的人 我們要到聖人面前來 你應該可以學習教託的 阿妹 你應該跟這些跟你一樣 這樣咕咕咕咕咕這些人一樣 他們吃你也喜歡去吃 沒問題 但是當看你出來的時候 你的人生應該會有不同的展現 我求主給你陰的生命 求主給你陰的能力 讓我們等候耶和華 我們就要像天一樣 展示善恨 重新得利 我們再唱一遍 讓我好不好 我求主來幫助你 幫助你 讓我們可以在祂的恩典當中裡面 天天經歷展示善恨 重新得利的恩典 讓我們對著焦距 讓我們擬清問題 讓我們確信神一生引導我們 我告訴各位 你的人生劇本 你應該不是像過去那麼糟糕的方式 你應該選擇一個更好的 讓神引導的方式 阿妹 祂祂幫助我們 阿里路亞 你用眾家救贖我 使我脫離罪惡惡 叫我折不給一人 平行的酒 你是神引發主我 使我生活老舊活 祈求溫住靈活 滿鄉樹林高漠 我們一起來唱 讓我讚美 非盡美姿 讓我盡白 非盡方式 讓我服侍 非盡雙手 而報告 非盡用口 讓我愛人 不要虛假 讓我待人 由心而發 讓我愛人 非盡雙手 讓我學習 順服 一身 結尾鑽石 讓我讚美 讓我讚美 非盡美姿 讓我敬白 非盡方式 讓我服侍 非靠雙手 而報告 非盡用口 讓我愛人 不要虛假 讓我待人 由心而發 讓我學習 順服 一身 結尾鑽石 讓我學習 順服 讓我學習 順服 一身 結尾鑽石 謝謝耶穌 因為等候你的 必須重新得利益 主啊 我們要再次展翅上課 求主幫助我們每個弟兄姐妹 主啊 讓我們天天經歷你 與你同行 好 讓我們不僅可以看清我們自己 我們也知道我們前面的路 是要奔跑 擺在我們前頭的 我們知道你帶領 比世界帶領更好 求主不一直幫助我們 也讓我們可以在信心當中被建立 讓我們天天等候你 我們天天與你同行 天天等候你 天天行在你的光中 天天等候你 我們知道時候到了 我們就要如鷹展翅上騰 愿我的主幫助我們 聽我們祷告 奉靠耶穌基督的命 阿麟 坐下來跟你隔壁人說 主的恩典要天天領到你 我們看你 合格的確定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 祝福 救命 聲明 來